Hello 大家好 我是鍾培鑫 今天想大家淺探一下 我對倫敦金的經驗 相信大家都經常說倫敦金是騙人 究竟是怎樣騙人呢 亦都很多人相信在 微信 會經常有一群美美女 過來跟你說 為何投資 賣賣倫敦金 賺了很多錢 亦都在Facebook 前陣子應該都見不少的人 一搭一搭銀子 你是不是每個月 打一兩萬元工 做一隻狗 沒有這樣 但是 今天你只要加入我的團隊 就可以改變你的人生 我也是沒有讀過書 但是今天我就開始了 金融行業 我們有一個專家 去為你看事 就看著陰陽燭 怎樣逞來逞去 我就可以幫你賺到盆滿撥滿 就是一搭銀子 或者加條法在你車市 那些什麼 大家看到這些 騙徒的手法是層出不窮 究竟他們是怎樣騙你 還有那件事是怎樣的 有時候我都很生氣 因為有時候我看到那些 賣倫敦金的 那些男生的女朋友 都挺漂亮的 即是族的那隻漂亮 即是有些MK妹跟了一些MK仔 然後我就覺得 嘩 那些女生給你追溯了 你再這樣買倫敦金 那我就今天要揭發你的罪行 OK了 說回倫敦金其實是不可以騙人 首先香港暫時是不需要牌照去管轄 去炒倫敦金 而且那件事是期貨 即今日 我去買倫敦金 我不會真的有一個金出來 但那件事是衍生了金價 或者 有人去炒金 又去買實金 近期金都升得很厲害 有一陣子 我用了一塊錢去買倫敦金 它不會真的寄回一塊金給你的 OK 如果真的要買實金就去買實金 為何你用倫敦金去騙人呢 因為它可以給你margin 非常之大 第一不用牌照 所以很多美女 很多俗稱的MK仔 都可以掛牌 叫你去投資 很多時候 我當倫敦金 一張 之前有說過 一張就是一個quantity 就像我有一隻手指 那隻字 買金用一張一張去買 倫敦金一張 當倫敦金升一元的時候 你就賺一百元美金 那有些人 為何每個人都會生氣呢 有幾個原因 因為它給你二千元美金 可能你賣兩萬元 就給你投資賣倫敦金 你想一下 今天 金價一千九元 如果一千九再乘一百 整個金價來講 差不多150萬港幣 但今天我一萬元的東西 一萬元就給你炒150萬的東西 我給你倫敦了一百倍 你明白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Facebook poker 因為那些傢伙就走到賭場 那些大桌 明明他沒有那麼多籌碼 他盲著是一千二千 他就拿了二千元籌碼 進去那個場 一鋪就all in 即是贏又贏二千 輸又輸了 所以倫敦金就是那樣 很多人就給你 你是沒有那麼大的 金額 但就可以給你玩那麼大金額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 在這些浮動 你也糟糕 你想一下 那百五萬的東西 金價一天 動幾十元很正常 你動了十元金價 其實可能是一秒鐘的事 那十元金價已經沒有了一千元美金 那你二千元美金本 即幾十秒你可以 輸清 那叫你補倉 補margin 所以呢 其實 炒金 就不是一個 騙人錢的東西 但由於很多人是不懂 當然 你也該死的 被倫敦騙過 因為你一定是貪心 有個混蛋跟你說 你不用做 你信我 我好專家 我大大波 穿着衣服 一個美美女 色友也好 甚麼都好 跟你說 喂 投資你又信 你又覺得可以撿了 不勞以獲的話 那你也該死的了 說真的 由於剛剛說的是 margin的問題 所以這樣 就給你 你怎樣都都輸 其實我很小時候 也是碰過倫敦金 他經紀不想輸 他是收勇 我記得很小時候 我跟我的同學 開了一個 100萬的倉 那時候他都說 2萬元給你買一張 其實我100萬可以玩到50張 你瘋的 margin 大到爆 我那時候好像 19至20歲 金價1300元左右 我們 就看了一個多月 他又跟我說給我們圖 怎樣升 怎樣跌 又跟我說客人賺了多少10萬 這個客人賺了多少8萬 就不斷笑我們傻子 我們也是 那時候我記得 每買一張金價 每買一張黃金的話 是要給幾百元的手續費 我們跟他爭論了很久 最後幾百元變得好像兩塊水 都爭論了很久 最後我又買了三張 三張基本上就是 沒有怎樣移動過 完全沒有移動過 看了幾星期就買了三張 之後 剛好 很幸運 我們都不認識 我們當時有自己的Fury 跟他一樣 我們以為自己很聰明 他又覺得自己很聰明 我們很幸運 金價是升了 好像是123元 升了123元 1300升到1400 我們當時就平了倉 我們就刪除了一個帳戶 就覺得 原來我們可以 這麼短時間可以贏了這麼多錢 代表我們可以這麼短時間 一模一樣 輸了這麼多錢 那裡有都應該生氣的 以為找到那群水魚 最後 收拾了我們幾塊水的手續費 發了這麼多報告 搭的士錢也虧了給我們 他會覺得不好意思 做銷售士應該有錢賺的 那時候我們是很幸運 但是 做金除了在 margin大 讓你覺得可以騙人之外 有什麼手法呢 就是 很多時候 你 賭倫敦金 你不是真的落在市場上 一個人是衍生出來的 很多時候 其實你是在跟 那間公司對賭 他們的盤房 就要根據金價 去入機 可能今天 黃金是1900元 今天是 19801元 19801元 他們一定在那裡入機 你買和賣是不同價錢的 你買 一定是會 買貴一點 買還是買便宜一點 所以就有一個 spread 位 如果很多人買 的話 那些東西就會提高 很多人買 那些東西就會 跌低 不斷撞到那個牌 那些人可能會 側身 可能小一些公司會這樣做 你贏錢 想賺錢 他特意把 spread 位 調高一點 調低一點 讓你的價錢 沒有那麼漂亮 亦都是 倫敦金 佣金 他會賺你 亦都有一件事 叫過夜 他過夜就要給息 很多時候就很討厭 你給息 就是 你今天要買美金 就是200元 你今天要 賣美金 就當作7.5元 365日 他就當作360日 很多這些細節位 都吃了你一點 基本上 你是一來一回 你在佣金 吃息 過夜 等等 都被他拗了一筆 再加上 你的margin 不夠大 很容易被人 蓋到兩巴 所以很多人說倫敦 騙錢 當然 很多後續的事情 就是 今天有個美女 又說他是專家 你簽個授權書給他 他就找專家跟你去解僱 其實他也不想你輸 最好就是你每天 瘋狂地做交易 瘋狂地賺個 commission 給了後面的人去解僱 其實女兒是活該的 你也哄了客人 被你解僱 你自己按鍵 按鍵也懶 活該你被人拘捕 就變成後面的人 為什麼被人拘捕 就是 今天 我鍾梅生 跟你簽單 說我很棒 你覺得我很棒 我跟你簽單 之後 我懶得 我今天去打英雄聯盟 我叫了 幫我拍片 金仔 跟你去 按倫敦金 按了幾個按鍵 其實兩班人都不認識 是不是 你真的說 我當金融 我很尊敬 讀過 金融的人 可能做了很多年 Ibank 小時候讀很多書 知不知學校 出到來 是 做analyst 甚麼都好 但不是那班 日日豪手好閒 喝了那麼多 28歲 喝了40年酒 然後出來 走去做倫敦金 拿著搭銀子 拿著波子 還要混了一個很熟的MK妹 這樣去幫你解僱 那女兒的活該就是 是不是都不懂得按 不如自己按了 你懶力叫後面的兒子去按 搞到兩邊都被人拘捕 就說人家 去簽合約 其實就不關事的 你輸了錢找東西去告別人 因為兩班都不懂 那就是那位被騙錢 所以你真的要投資 衍生工具 Comodities 建議大家 長渣一點 不要去炒波幅 因為炒波幅 有很多吹水東西 今天圖插到這裡 之後就會升 陰陽足 飛龍業數據 美金升跌 這些會有影響 如果你剛開始學習的話 我會建議你 學多一會 先去鎮 先去觸碰這件事 主要被人欺騙就是 因為是margin 顏色 還有人都不懂半桶水 這樣去觸碰 所以本身那件事不是用來欺騙人的 由於這件事是沒有監管 所以 會有很多業餘的人出來 就可以令到別人去落搭 還有 入門的門檻 是很容易 我當你在例如 Private Bank 我今天要去買 之前的 Accumulator 即是IQulator 那些 ELN 很多銀行的衍生工具 這些是你沒有100萬美金 50萬美金 你跌不到的東西 但倫敦金 我給你幾匹就可以玩 你升跌的波幅 好像入場 頭一次是會贏的 頭一次我有幾萬元 我升到可以用六七萬元 即我有三萬元 我過了一排變六萬元 我繼續倒下去 但你沒想過 你這麼快可以贏三萬 你都可以很快輸回三萬 希望大家 投資 有風險 大家要小心點 明白的東西 才好投資 不然真的會建議你去澳門 賭一局 因為你買百加洛 都是輸0.7% 如果你去買限 機會都更大 例如你今天 你投資10萬 你是想贏三萬元就走 或者你是覺得 因為很多時候 你投資10萬 你想贏三萬元 你又怕不敢贏 你就會平倉 但你輸了三萬元 你又覺得 都不爭了 等多一會 有機會 不如你直接去拿三萬元 澳門賭去算 今天分享了那麼多 想聽我繼續吹水 記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follow我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 拜拜